佛战GK老板不仅被喷到关闭账号 又被前队员捶 看完纪录片真的太空吗 到底怎么回事呢 作为一只K票强队 这个下一赛佛战GK止步四强 又没能拿到冠军 让支持佛战GK的粉丝们有些遗憾 按正常的程序 塞后GK的纪录片如约而至 也许这个纪录片想表达的是 队员们训练辛苦勤俭节约 可结果全人想到了 曾经TS战队的那种寒酸引起了热议 是哪种寒酸的 在纪录片中 首先是GK队员们的生活环境 你可以用接机器来形容 一个简单的桌子上 一台电脑支撑着两个不大的显示屏 这是一位教练和五名队员复盘的地方 GK的队员们围着一拳 激烈的探讨着 似乎力气再大一点 小屏幕都能戳坏 每次受访只有窗帘的背景板 甚至孟岚还是为自己破烂不堪的椅子 解释着他与椅子的情怀 总体给大家体现的 就犹如视频的标题 一起的味道 六人在一起 先一家人那样温馨 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毕竟这是电竞俱乐部 相比于其他俱乐部的生活条件 GK纪录片中的场景确实可以用寒算来形容 而当大部分观众看完GK的纪录片 给很多人折射出来的 是几位队员的生活条件问题 由此GK老板扣门居然登上了热搜网 随后GK老板发常文回应 我们就是普通人 也解释了一些问题 包括电竞椅是有战术上的 不是自己不愿更换 并且也曾说过 要求补强赛讯的 但这一切都没有GK前中单队员 于清锤的实在 他发文表示 曾在GK时 战队打进K瓢自己就被换了 期间一点都不知情 承诺宝基的4万奖金也没有兑现等等 花大饼的成分尤为吐手 所以才有了 最近GK老板被喷到关闭张康子结果 记得GK20年世冠亚军拿下1344万奖金 20年球6强 20年挑背4强 20年吃一赛季局 和20年下一赛四强 期间卖了得福 狗城和赤城 不得不说 从GK总体来看 做俱乐部似乎还真的难 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